弟兄姐妹们平安 很高兴一起在主日早晨一起来崇拜 刚刚在楼上带领师哥 英文师哥 那他们的原来的教堂的牧师 Jack Mosley也来了 那所以他们夫妇也在楼上 所以跟他们见了面非常开心 在那里看到神 借着他们建立这个教会的 听到一些故事 他们自己擦的油漆 所以等一下如果你们有空 也看到可以跟他们打声招呼 好 请翻到创世纪第十八章 圣经的创世纪第十八章 手机或者是圣经 创世纪第十八章 我们会从第十六节开始来读 我来读给各位听 因为很长 今天要读的经文很长 我来读给各位听 那我们请各位一起起立 来听神的话 创世纪第十八章 创世纪第十八章十六节 三人就从那里起行 向索多玛观看 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 要送他们一城 这三人呢 当然是前面看到耶和华的使者 耶和华自己的这个显现 那所以等一下会看得更清楚 耶和华说 我所要做的事 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 我眷顾他 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仲旨和他的眷属 遵守我的道 并行公义 使我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耶和华说 索多玛和阿摩拉的罪恶甚重 身闻于我 我现在要下去 查看他们所行的 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 若是不然 我也必知道 二十二节 二人转身离开那里 向索多玛去 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 亚伯拉罕进前来说 不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 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 你还要剿灭 那地方吗 不会城里这五十个义人 饶恕其中的人吗 将一人与二人同杀 将一人与二人一样看待 这段不是你所行的 审判权力的主 岂不行公义吗 耶和华说 我若在索多玛城里 见有五十个义人 我就为他们的缘故 饶恕那地方的众人 亚伯拉罕说 我随时回城 还敢对主说话 假如这五十个义人 短了五个 你就因为短了五个 毁灭全城吗 他说 我在那里若见有四十五个 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又对他说 假如在那里 见有四十个怎么样呢 他说 为这四十个的缘故 我也不做这事 亚伯拉罕说 求主不要动怒 容我说 假如在那里 见到有三十个怎么样呢 他说 我若在那里见有三十个 我也不做这事 我也不做这事 亚伯拉罕说 我还敢对主说话 假如在那里 见有二十个怎么样呢 他说 为这二十个缘故 我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说 求主不要动怒 我再说这一次 假如在那里 见有十个呢 他说 为了这十个的缘故 我也不毁灭那城 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 就走了 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十九章 第一节 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 罗德正坐在索多玛门口 看见他们 就起来迎接 脸浮于地下拜 说 我主啊 请你们到库山家里 洗洗脚住一夜 清早起来再走 他们说 不 我们要在街上过夜 罗德切切地请他们 他们这才进去 到他屋里 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 烤无啸饼 他们就吃了 他们还没有躺下 索多玛城里 各处的人 连老带少 都来围住那房子 呼叫罗德说 今日晚上 你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 把他们带出来 任我们所围 罗德出来把门关上 到众人那里 说众弟兄 请你们不要做这二事 我有两个女儿 还是处女 容我领出来 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 只是这两个人 既然到我设下 不要向他们做什么 众人说 退去吧 又说 这个人来寄居 还想要做官呢 现在我们要害你 比害他们更甚 众人就向前 拥挤罗德 要攻破房门 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 将罗德拉进屋去 把门关上 并且使门外的人 无论老少 眼都昏迷 他们摸来摸去 总寻不着房门 二人对罗德说 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 无论是女婿 或是儿女 和这城中 一切属里的人 你都要将他们 从这地方带出去 我们要毁灭这地方 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 在耶和华面前盛大 耶和华猜我们来 要毁灭这地方 罗德就出去 告诉了 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 你们起来 离开这地方 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 他女婿们却以为 他说的是戏言 天明了 天使催逼罗德说 起来 带着你的妻子 和你在这里的 两个女儿出去 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 同被剿灭 但罗德迟言不走 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 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 并他两个女儿的手 把他们领出来 安置在城外 领他们出来之后 就说逃命吧 不可回头看 也不可在平原站住 要往山上逃跑 免得你被剿灭 罗德对他们说 我主啊 不要如此 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 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 救我的性命 我不能逃到山上去 恐怕这灾祸临到我 我便死了 看啊 这座城又小又近 容易逃到 这不是一个小的吗 求你容我逃到那里 我的性命就得成活 天使对他说 这事我也应于你 我不轻负你所说的那一层 你要述述地逃到这层 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 我不能做什么 因此那层名叫索尔 就是小的意思 罗德到了索尔 日头已经出来了 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 从天上耶和华那里 降于索多玛与俄摩拉 把那些城和全平原 并城里所有的居民 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罗德的妻子在后头 后边回头一看 就变成了一根圆柱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到他那从前站在 耶和华面前的地方 向索多玛和俄摩拉 的平原的全地观看 不料那地烟气上腾 如同骚摇一般 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 他纪念亚伯拉罕 正在亲父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 就打发罗德从亲父中出来 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 就同他两个女儿 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 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 大女儿对小女儿说 我们的父亲老了 地上又无人 按着世上的常规 进到我们这里 来 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 与他同情 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 于是那夜 他们叫父亲喝酒 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情 他几时躺下 几时起来 父亲都不知道 第二天 大女儿对小女儿说 我昨夜与父亲同情 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 你可以进去与他同情 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 于是那夜 他们又叫父亲喝酒 小女儿起来 与他父亲同情 他几时躺下 几时起来 父亲都不知道 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 都从他父亲怀了孕 大女儿生了儿子 给他起名叫摩亚 就是现今摩亚人的始祖 小女儿也生了儿子 给他起名叫变雅米 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 我第一次读这篇经文的时候 是16岁 我吓到不敢相信 拼命揉眼睛 圣经真的有记载这个故事 所以你可以想到 这真的是叫做限制级的 对吧 这段经文是限制级的 那 我那时候花了相当多时间 消磨我的震撼 我们一起祷告 然后我们来思考这段经文 祝我们来到你面前来 谦卑我们的心 求你的圣灵给我们智慧 来明白这样的经文 主因为这样的经文不好消化 不好处理 我们人里头会有反感 主求你自己 联名我们 让我们在 读你的话语的时候 也有你圣灵的恩典 使我们可以 将这样的话存在心里 成为我们灵魂的益处 成为我们生命的益处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有请坐 你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举手 让我知道一下 有没有 第一次 第一次 这件经文藏得很好 藏在这个十八十九章 创生记 所以一般人读圣经 读到大概第五章六章 就读不下去了 所以 这段经文 我真的是从小在教会 长大十几年 从来没有听过 直到我自己开始 读圣经的时候 才发现 居然圣经里 记载这样的经文 但这段经文呢 首先我想 我只能做几个整理吧 我很难在这里 一一解答 所有里面所牵扯到 所有的问题 我在这里 简单的做几个 总结结论 对这段经文里面 做几个总结 第一个 索多玛这个城市 和俄摩拉 它这整个城市 被毁灭的事情呢 是整本圣经 都引以为鉴的 上帝要以 祂的公义 审判人的罪 是整本旧约 新约圣经 同样教导的 所以不要有一个误会 说 这是旧约的神 祂很凶 新约的神 充满慈爱 这个不是旧约的神 这是圣经的神 旧约和新约 都是同一位神 在以赛亚书旧约里面 以赛亚书一章九节 就用索多玛 引以为鉴 若不是万君之耶和华 给我们烧流鱼肿 我们早向 索多玛 额摩拉的样子了 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 要听耶和华的话 你们这额摩拉的百姓 要彻耳听我们上帝的训讳 耶和华说 你们所现的许多祭物 与我合意呢 公棉羊和 番继和肥畜的植油 我已经够了 公牛的血 羊羔的血 公山羊的血 我都不喜悦 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 对以色列人的评论 你们是索多玛 你们是额摩拉 耶利美书二十三章十四节 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 曾见可真恶的事 他们先知中 他们行奸淫 做失虚妄 又兼顾恶人 可见这是假先知 又兼顾恶人的手 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 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 耶路撒冷的居民 都像额摩拉 这个城市 已经成为所有罪恶之城的 一个代名词 在旧约里面 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代名词 以西节书 十六章四十八节 主耶和华说 我指的我的永生启示 你妹妹索多玛 就谈到耶路撒冷 他的众女 尚未行你和你众女所行的事 看啊 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 乃是这样 他和他的众女都心骄气傲 粮食饱足 大享安逸 并没有扶住困苦和穷发人的手 他们狂傲 在我面前行 可真的是 我看见便把他们除掉 这个索多玛 是谈撒玛利亚 又成为来作为一个 见解 这个城市成了一个代名词 阿摩斯书四章十一节 我倾付你们中间的诚意 如同我从前倾付索多玛 而摩拉一样 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 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还是以色列人 耶稣 慈爱的耶稣 在马太福音 十章四十节 十四节 凡不接待你们 不听你们话的人 你们离开那家 或那城的时候 就把脚上的城土剁下去 这是你跟别人传福音 他不愿意听的时候 耶稣是这样讲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索多玛和阿摩拉所受的 比那城还容易受呢 加百农啊 你已经升到天上 将来必坠落阴间 加百农是以色列的一个城市 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义能 若行在索多玛 它还可以存到今日 也就是加百农如果看到 索多玛如果看到了加百农 看到了神迹 索多玛都悔改了 但我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 路加福音又再次提起索多玛 路加福音说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 挪亚是创世纪第六章的事情 那时人又吃又喝又取又驾 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洪水就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又好像罗德的日子 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 又耕种又盖造 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 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 你当那日人在房子上 器具在屋里 不要下来拿 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 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 所以也就是说 索多玛的日子 有一天会再临到 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日 索多玛的日子又会临到 彼得后书二章六节 又判定索多玛 而摩拉将二臣寝负 焚烧成灰 作为后世不敬前人的见解 只搭救了那常为二人 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 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 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 他们的异心就天天伤痛 有大书第七节 又如索多玛 阿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 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 随从逆性的情欲 就要受永火的刑罚 作为见解 你看到的是整本新约 旧约 整本圣经的教导是一贯的 是一致的 这不是旧约的神 这是圣经的神 你知道我竹节讲经文的 好处跟坏处就是 圣经每一个东西我都不能跳 我没办法挑我喜欢讲的 老实讲我不太喜欢讲这篇道 这不是我会想要自己挑的星期天早上 来安慰鼓励弟兄姐妹的一篇道 可是是圣经的道 我就必须讲 我跳不过去 这是圣经的话 所以我们进到第二个结论 第一个是新约旧约 一样的神 第二个结论我们看到 我们自己一定要自己读圣经 不能只是以教会唱的诗歌 讲员的信息 作为我们信仰的唯一根基 甚至你不需要信我的 你要自己读圣经 如果你只以教会的诗歌 讲员的信息 作为牧师的信息 作为你信仰唯一的根基 你有可能听到人的解释 而不是圣经的 我从小 我真的从小在主日学 长大到青少年团契 从来没有人讲过 创世纪十八章十九章 每一个主日学故事 都跳过这一个 所以如果我不自己读圣经 我根本不知道 圣经里面有这个故事 我真的吓坏了 我不知道哪个更可怕 是罗德女儿做的事情 还是这个 所多玛天上有 硫磺与火降下来 我真的觉得 十六岁的孩子 我到现在还觉得 心有余悸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可是圣经真的有这样的事情 你若不自己读圣经 你就找不到 你知道我从小在教会里面 学的诗歌 都是耶稣爱我 我知道 都是耶稣是爱 每一首诗歌 都是耶稣是爱 也不见得是错 对吧 耶稣的确是爱 可是 人总是喜欢挑自己 喜欢听的东西的时候 慢慢你在教会里面 每次听到的都是耶稣是爱 我以前青少年传记 上一首歌叫做神是爱 永远会唱 新人长老可能会唱 当时1970年以后的 很有名的诗歌 拿着把吉他唱的 神是爱 这个里面 神是爱 打开你的心 高声一样 神是爱 所以我在这种 充满爱的这种诗歌 跟团庆里面 甜蜜蜜的神的爱 里面长大 那现代的人 你如果钢琴教会 常常也会听到 比如说圣小梅的好诗歌 他也写了不少好歌 很好听 比如说好心情 对吧 圆尼优格好心情 因为耶稣好爱你 有没有听过 圣小梅的 蛮有名 YouTube很多人在放我 让我们来祝福你 每一天主的爱陪伴你 耶稣爱你爱你 当他爱围绕你 喜乐充满你 烦恼都忘了 每天好心情 对吧 如果你的信仰 都是这样子而来的话 你就会发现你读圣经 一读完心情就不好 对吧 唱了这首诗歌 在读圣经就心情不好了 怎么会有这种经文在里头呢 恩典的记号也是 其实我们也唱过恩典的记号 我不是说这一歌是绝对的 一脚斜脚一端 绝对不能唱 我没有这么说 可是如果你一直都是这样子 在这样子泡在里头 你会发现你的信仰 就在这样子的倾向里面 泡在这个甜蜜蜜的糖浆里面 对吧 这个恩典的记号 在风雨中 耶稣将我紧紧拥抱 对吧 就是如此 慈爱的耶稣 你也不见得是错 我没说他是错的 可是你一直都是听这样的歌 你一直都是唱这种歌 一直在教会里面 也不读圣经 你就是 神是爱 神怎么爱我 耶稣这么爱我 甜甜蜜蜜的爱 爱着我 风雨中 主啊 主主上拥抱我 赞美之泉 从天赋而来的爱和恩典 把我们心 冰冷的心溶解 对吧 心就软化了 就唱出赞美之泉 这个不见得都是一端 OK 可是如果你的心都是泡在 你从踏入教堂的那一刻 开始喝这种糖浆 甜蜜蜜的糖浆 然后你在读圣经呢 你就会发现你会吐 你会吐奶 你会 你无法接受这种圣经里的教导 你就会开始做一个抉择 叫做 这段经文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我就跳过它吧 你只有跳过它 你无法处理这个 那 什么叫做吐奶呢 因为圣经里面说 我们信主的时候有淋奶 有一些干粮不好吞 这个创世纪 第十八十九章索多玛的确是干粮 OK 所以你连 淋奶都还没喝过的人呢 你就会 喝这个呢 吃这个你就会很受不了 但是什么叫做淋奶呢 淋奶跟糖浆还是有差别 OK 这个甜蜜蜜的糖浆 真的是很好喝 奶呢 还是有一点升级的 什么叫做淋奶 就是圣经最基本的道理 叫做淋奶 比如说三位一体 基督人神二信 这其实是我们信仰规范里面 这个信仰告白里面 最 其实是最基本的 这个你不信 你根本不是基督徒 对吗 你不信三位一体 你不信基督人神二信 那你信什么 你信甜蜜蜜的基督 对吧 所以 这其实是淋奶 三位一体 基督人神二信 救恩论 那你就说 哎呀牧师不要讲三位一体 好难 已经吐奶了 你知道你一觉得三位一体 好难你已经在吐奶 也就是你 一下子消化不了 一直是喝了甜蜜蜜的 这个 我那时候 我不是说你而已 我再说我自己 我当时真的是 好震惊 震惊里面教的 跟我青年团企 唱的诗歌 差太多了 也就是 你如果 我从小如果没有自己读圣经 你没有办法 真正的明白 圣经的教导 所以 一定要自己读圣经 这是第二个结论 你不论如何 再怎么不懂 再怎么读不下去 还是读吧 读一次不懂 读第二次稍微会懂一点 第三次会懂更多一点 你必须自己读圣经 第三个要点 我们来看 索多玛的罪 索多玛到底犯什么罪 他们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要上帝 亲自下来毁灭这城 那在十九章十四节 说到 他们还没躺下 就可以看到描述了一下 连老 这城里各处的人 连老带哨都来围住房子 胡椒罗德 把这个人带出来 让我们所为 让我们所为 原文是 让我们认识他们 可能是讽刺 也可能是 就是性交的 性欲的那一个 有的时候的代名词 罗德出来把门关上 然后说 我有两个女儿 还是处女 把自己的女儿给人家 所以这整个城市里面的人 已经被洗脑到一个程度是 已经分不出什么太多的对和错了 连罗德自己本身都不是一个 可以效法的模样 但我想做的 这段经文可以看到 他们的罪至少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是暴力残忍 这实在是一个暴力残忍的城市 晚上在街上过夜不安全 这是第一个 他们的罪 非常的暴力残忍 第二个是 他们公然想要强奸 毫无羞耻 他这边说 城里各处的人 连老到少 各个年纪的人都觉得这是 很开心的事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 这没有什么羞耻的事 他们第三个罪是同性恋 这是里面很明显的看到了 这个同性恋的罪 那前面两种罪 暴力残忍 公然强奸呢 到现在的法律 仍然是禁止的 那所以最有争议性的呢 就是变成是同性恋的罪 到今天 在今天这个社会 同性恋成了今天 政府努力在想要开放的一个 合法化的一个议题 那在美国如此 前一阵子上个星期 上上个星期 台湾也合法化了 同性婚姻也合法化了 而且还非常开心 骄傲的认为是亚洲第一 所以这个议题已经是成了 我们反而是我们今天 最需要面对的一个议题 我在读五百年前 加尔文写的讲章讲义的时候 我就发现 他根本没处理同性恋的问题 因为在那时候 根本不需要处理 这个同性恋本来就是错的 可是在今天就必须变成 反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面对的问题 那有一些支持同性恋的人 他会也是基督徒 他支持同性恋 他会说 圣经中所多玛的罪 不是同性恋 而是暴力 强奸 那这种解释法 是一种混淆视听的办法 就是指出一种罪 而忽略另一种罪 而做出混淆 可是这三种罪 其实都在圣经里面 都已经提到了 那圣经对于同性恋的立场 一致的反对 如果你自己读圣经 你就可以看到 圣经是反对同性恋的 没有例外 第一个看的经文是 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四节 耶稣回答说 那起初造人的 他会回到创世纪 是造男造女 并且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你在考虑 同性恋的议题的时候 你必须考虑设计者的一个概念 对吧 你设计的人 创造者 creator designer 他的设计是什么 而不是只是使用者的感觉 我们是使用者 我们是我们身体的使用者 对吧 可是我们不是我们身体的designer 所以你不能只是凭你 使用者的感觉来处理 你必须凭 designer 他的观点是什么 你也许说 我可以拿我的咖啡乳煮汤 可以吗 咖啡乳可不可以煮汤 可能还是可以 可是那不是人家设计用来煮汤的 你说我使用者爱怎么用怎么用 yeah sure 你说我拿电熒斗来烤面包 可不可以 可以吧 电熒斗可不可以烤面包 可以 可是那不是人家设计来烤面包的 你硬要这样用 也不见得不见识的都不可以 可能你必须考虑人家设计者 可是煮面包烤面包 煮咖啡 这个煮汤 不是道德层面 对吧 你再最多就是傻傻的 你这个傻瓜 这个熨斗这样用 你不是道德问题 可是上帝造人的时候 还有道德层面 OK 他还有造的一个道德层面 婚姻有道德层面 不是只有使用层面 不是只有功能 他有道德层面 上帝设计的婚姻是 一男一女 不是一夫多妻 不是两个男人 不是三个男人 这些是不道德的 生小孩也是如此 你只能和你合法结婚的妻子 或丈夫生 你不能和女儿生孩子 这边看到有没有 罗德他的女儿跟他生孩子 你不能和女儿生孩子 这有道德问题的 不是所有有子宫的人 都可以替你生孩子的 是不是 这个是很明显的圣经教导 甚至是 你不读圣经都知道的教导 它是有道德层面的 所以你不能只凭你的感觉 说我 我觉得 这样用也没关系 我们必须考虑设计者 创造者 的想法 第二个罗马书 第二个经文 是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 里面也提到 上帝对 这个 同性恋的看法 所以上帝任凭他们 乘着心里的情欲 行无悔的事 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 他们将上帝的真实 变为虚谎 当作上帝不存在 当作上帝是骗人的 而去敬拜 侍奉受造之物 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你一不认识那造物主 你就开始乱来 这个造物主乃是可称颂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因此上帝任凭他们 放纵可羞耻的情欲 他们的女人 把顺性的用处 变为逆性的用处 这边就是谈的女同性恋 男人也是如此 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 欲火攻心 彼此贪恋 难和难行可羞耻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 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 这里面圣经里面提了一个观念 叫做顺性和逆性 顺性就是它里面有一个 nature的一个问题 它有一个自然 顺着自然走 跟逆着自然走的 一个反应 这个道理 你甚至不读圣经 你读物质 读物理 你观察物理 你都可以发现 电有正极负极 有阴有阳 对吧 有正电有负电 对吗 我的物理没那么烂吧 虽然是读文科 电有正电 负电 有阴有 磁场 也有正负的磁场 是吧 你把这两个 反过来弄会怎么样 最简单的 你孩子的玩具里的电池装反的 他会不会工作 他会不会玩 对吧 这叫做逆性 他叫做反的 对吧 它是一个anti-nature you're reversing the nature 你一反过来 就天下大乱 你一震的就很顺畅 不信神的唯物主义 唯物论 也容不下同性恋 你要知道 就算你今天不读圣经 你就是坚信唯物信仰 你也无法容忍同性恋 因为在一个适者生存 物尽天责的这个世界里面 一个物种 如果能产生生产 下一个物种 下一代 它就是会继续下去 这个物种 如果无法繁衍下一代 此物种就会灭亡 所以连纳粹 希特勒都懂这个道理 他们伟大的日耳曼民族 如果有太多同性恋 他的伟大日耳曼民族 就会灭亡 他也不容许同性恋的产生 如果这个同性恋的变种 产生的是 人类无法产生下一代 这个变种 是会被物尽天责 给排斥掉 所以就连你不信圣经 你只相信唯物论 你都必须怀疑 同性恋的一个正当性 可是圣经不处理 当然圣经不用这个方法处理 圣经用的是 欲火攻心 彼此贪恋 难和难 行可羞耻的事 圣经用的方式是 你的欲望的问题 圣经直接指明 同性恋的问题核心 是当一个人被欲望 他的desire 被占满的时候 他就开始失去理性 失去羞耻 只剩下情欲 他里头的情欲的火燃烧 他无法再想象别的 他就开始做自己 来满足自己欲望的事情 甚至扭曲自己的欲望 女人玩腻了就玩男人 女人也是如此 男人不好 没有一个好男人 跟女人在一起更好 就成了一种逆性的 我自己的欲望 我自己开心 我自己快乐就好 我不管别人 他是一个人的欲望的 极度彰显 欲火攻心 彼此贪恋 圣经直指我们的问题 所以他不是基因的问题 他不是 你生下来有这个倾向的问题 而是一个欲望的扭曲的问题 卵同 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词 来描述这个同性恋 中文圣经翻成 和合本翻成卵同 很多的King James圣经翻成 沙得玛 也就是所多玛人 是他这样子来翻译的 在《猎王记》上 也记载了一个 所罗门的国王罗伯安 所罗门的儿子 所罗门的儿子 罗伯安 继承作犹大王 二十四节就说 这个王呢 是犯罪的国王 在讲完他所犯的 所有的罪之后呢 二十四节 上帝再指明 国中也有鸾同 鸾同就是济南 在庙中的济南 使男人来敬拜 假神的时候来享用 所以他是一个 圣经这么翻成 沙得玛同 犹大人是效法耶和华 在以色列人面前 所赶出的外邦人 这是外邦人 所说的事情 行一切可憎恶的事 《猎王记》上 二十二章四十六节 约沙法 一个好国王 将他父亲亚撒 在世所剩下的鸾同 都从国中除去了 他里头有一个 对同性恋的一个 特别指出来的一个 必须处理的 《猎王记》下二十三章 约西亚王 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国王 约西亚 他又从耶和华殿里 将亚瑟拉搬到 耶路撒冷以外 吉伦西边焚烧 打碎成灰 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 又拆毁耶和华殿里 耶和华殿中 鸾同的屋子 就是妇女为亚瑟拉 执张子的屋子 也就是上帝 对同性恋 还是有一个 特别要指出来 需要除掉的一个问题 它不是一个 只是一个罪而已 它是一个圣经特别 提出来 指出来的一个罪 圣经里面提到 另外在哥林多前书 提到了同性恋 跟其他的罪 最后 都有悔改的机会 但是呢 他都会把人引向灭亡 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 说到 你们岂不知不意的人 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吗 不要自欺 无论是淫乱的 开始列出一系列的罪 拜偶像的奸淫的 做鸾童的 青蓝色 就是同性恋 偷窃的贪婪的 醉酒的 辱骂的 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所以这是上帝 对所有的罪 最后的一个结论 评论 审判 你们中今 从前 耶伦从前是这样 但如今你们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 已经洗尽 成圣 称义了 同性恋的罪 和这一系列的罪 都有解救的方法 就是奉主耶稣的名 受洗 做祂的门徒 被圣灵充满 对吧 借着我们圣灵 上帝的灵 洗尽 成圣 成义 所以在圣灵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的罪 都可以悔改 你不能再以 我是同性恋的倾向 而来说明 我可以继续犯罪 因为 异性恋的人 也有犯奸淫的倾向 对吧 有吗 这个异性恋的人 有没有犯奸淫的倾向 也有 有没有人是天生比较贪婪的倾向 你不能以倾向来作为 我天生就是这样 我因此我没关系 有没有人是 对吧 天生比较容易醉酒的 有这些倾向 可是你不能以倾向 来作为你犯罪的一个借口 每一样罪都可以在基督里面 得洗净 你需要认罪悔改 圣灵充满你 你可以得洗净 同性恋的罪 和异性恋的罪 这是我吗 还好只是麦克风出事 还没被人丢石头 丢鸡蛋 你知道我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已经 我知道这不是一个 非常会受欢迎的一篇道 但我还是得按照圣经来讲 可能会有人丢鸡蛋 我也准备好了 同性恋和异性恋的这个 坚淫的罪呢 是同样的程度 都是一种情欲的失控 情欲本来是上帝给的 情欲本来是上帝来增加 夫妻感情的时候来使用 可是他一失控的时候呢 就产生了坚淫 同性异性的坚淫都是如此 所以这是一个圣经里面 对同性恋的一个评论 前面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 你要知道这是圣经的新约 和旧约的神是同样的神 第二个结论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你自己一定要读圣经 第三个结论是 索多玛的罪 同性恋的罪 是圣经 是上帝所反对的 最后一个提醒 最后一个结论 我们每一个人要小心 罗德的故事 给我们有见解 我们就住在索多玛城里面 索多玛已经成为 罪恶的代名词 索多玛不再是一个地区而已了 它是世界各地犯罪的城市的代名词 路加福音刚才我们念过了 也再次提醒着我们 罗亚的日子如何 罗德的日子如何 主耶稣显现的日子也是如此 我们需要警醒 现在每一个国家都吹起了 同性恋合法化的这股风潮 多元婚姻 如果你去看同性恋的 他们的示威 上街的示威的游行的一些照片 你知道他们是 已经他们的穿着是毫无羞耻的 羞耻不之为何物 我们离上帝的审判越来越近 怎么办 我们现在住在这里怎么办 怎么办 第一个圣经给我们一个提醒 是保持清醒 罗德是一个至少 我觉得他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 可以效法的圣徒的榜样 可是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是清醒的人 他听到天使的话 他怎么样 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听吗 他愿意听吗 罗德还是愿意听的 OK 他愿意听的 他听了以后还怎么样 还跟他女婿们传福音 对吧 他还愿意说我传个话 他不是说天使乱讲 别来 别搞这个 别吓我们 您休息好 该走该走了 对吧 他没有 他还是听进去了 虽然他拖 这也是所有基督徒的常有的毛病 我们听到神的话 可是拖 读圣经 还有机会吧 信主还有机会 侍奉主 还有机会 我们会拖 罗德也是 他拖 天使叫他走 他拖 可是他至少听 他还听进去了 他还传福音了 可惜他的女婿们听进去没 没有 女婿们就听不进去 真的女婿们已经到了最生梦死的阶段了 觉得这个 他们家外头发生这个事 也没什么大不了 对吧 你们有觉得很奇怪 这整件事情 他们家被城里的这些土匪们通通围住了 要强奸两个客人 他的女婿们听了上帝要毁灭这城 也没有义愤填衣说 对对对 这些坏人 他们死光最好 也没有 他就觉得 哎呀 大兴小怪的 这个 见怪不怪 你有没有看过 你有没有发现 注意到 你在看新闻的时候 也是如此 前几天 Virginia Beach 有12个人被打死 好伤心的新闻 然后下一则新闻 体育 再下一则新闻 经济 你马上那个 就跳过去 我们已经被整个信息充斥到一个 我们没有时间反应 哎呀 又是一桩枪杀案 so sad OK 木房 我们也有可能变成这样的人 所以罗德的女婿 你不要笑他们 他们就 这些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们也有可能变成这样 碰到一个暴力的事件 我们觉得 本来就是这样吧 这个 以后出门小心一点 我们 这不是一个好的处理方式 而罗德至少 他是清醒的 他的女婿们却以为他在开玩笑 要毁灭这城市 开玩笑 第二个 我们要有时间为罪忧伤 我们需要有时间为罪忧伤 彼得后书二章七节 他搭救了为那二人引行 忧伤的义人罗德 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 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 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 他至少是一个天天伤痛的一个人 我不知道我们 你住的城市 我住的地方 我们要如何来改变这个世界 我也很难说我们出去来消灭所有的罪恶 可是我们至少可以 基督徒有一个心情是 为罪忧伤 我们不随波逐流 我们保持清醒 第三个呢 我觉得罗德给我们一个反面的例子 他的教养儿女的方式呢 已经成了 他已经被索多玛洗脑了 不是吗 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两个女儿的道德圣经 对上帝的认识剩下多少 零对吧 罗德也没好到哪里去 可能就是一 二 罗德一碰到外头有危险 就说那我两个女儿给你们 你们谁敢动我 我已经跟你拼了 怎么会我两个女儿给你呢 可见他们已经活在这个城市里 到一个程度 泡酒了 温水主青蛙主到一个程度 他没有什么觉得 大不了的事情 所以他的教育 已经不再是按照圣经 或者他所认识的上帝 或者亚伯拉罕所认识的上帝 他没有教导孩子 他自己知道这些是罪恶 可是他没有教导孩子 教导孩子呢 至少有几个方面 我觉得是我们至少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荣辱的观念 荣耀跟羞辱的观念 你教导孩子里面 至少还要剩下这个 honor and disgrace honor and shame 这个category 这个程度如果消失的话 你会发现孩子会失去方向 我们也会失去方向 什么是该引以为荣的 这个在美国的教育里面 你发现很难找到了 除了我们球队赢球 该引以为荣之外 对吧 球队输球很丢脸 球队打球 有tenacity courage 对吧 我们好像还这里 还留了一点荣耀 还有什么 还有你毕业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羞辱跟荣耀 这是现代索多玛的教育 所留下来 就是你羞耻心会慢慢消失 你不知道什么是尊贵 该颂赞 该称颂的 什么是该责备 该羞耻的 消失了 我以前在台湾 我那个时代受的教育 还至少有尊师重道的观念 还至少有 那时候老师还可以打学生 不会被告 我们那个时候还有体罚 现在的台湾 现在的美国 现在我不知道中国 有没有 还有没有 你老是敢打学生 一定是家长来打老师的 对吧 我们现代人家 我那个时代 还有一点融入的东西 尊师 什么东西该尊重 什么东西该羞辱 还有现在没有了 你不过就是我请来教我数学 那个家伙而已 有什么了不起 就这种东西 我就是不会 我儿子不会读书 你教他读书 你教不好 我换一个 他 融入 的东西消失之后 你就再也没有什么 因为上帝最后 他还有一个东西 叫做荣耀的上帝 如果你连这个category都消失 你的教育 你的孩子 就会像 罗德的孩子这样 因为跟爸爸 跟爸爸发生关系 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生一个孩子而已 罗德的女儿 就是这种感觉 What's so bad Everybody's doing it 每个人都这样做 他没有融和入的观念 我们要教导孩子 有荣耀羞辱 第二个我们要教导孩子 要敬畏上帝 因为敬畏上帝 是智慧的开端 不是只是甜甜蜜蜜的上帝 I'm so sorry 如果你每次都是 耶稣爱我 我知道 然后上帝都是甜甜蜜蜜的 你没有办法产生 敬畏上帝的孩子 你尊重教会主日 主日崇拜的时间吗 你还是觉得敬拜上帝 不重要 其他的活动 其他的事情更重要 这是敬畏上帝的一个层面 Is he a God who be feared 亚伯拉罕在跟上帝讲话的时候 不是跟他谈天说笑 哎呀太多太少 他是很紧张地说 主你不要动怒 我再求你一次 主你不要动怒 他知道上帝有绝对的威严 他可以消灭所多嘛 所以他的祷告是谨慎敬畏的 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只是甜甜蜜蜜的上帝 你的孩子也会慢慢失去方向 敬畏上帝 当然是从我们自己开始 不是说只是我们嘴巴讲 也是我们自己要 自己敬畏上帝 孩子也会看 上帝 在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 刚才读到一件经文里面 上帝吩咐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 要做这样的事情 上帝十八章十七节 耶和华说 我所要做的事 岂可瞒着亚伯拉罕 这件事情上帝让亚伯拉罕 来跟他祷告有原因的 亚伯拉罕必成为强大的国 地上万国都要因他得福 我眷顾他 为要叫他吩咐他的种旨 我眷顾他 我再读一次 我眷顾他 为要叫他什么 他吩咐他的种旨 和他的眷属 遵守我的道 秉公行义 亚伯拉罕得恩典 不是只是给他得恩典 他还要教导他的孩子 和眷属 遵守我的道 秉行公义 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 都成就 你若不遵行他的道 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 不会成就 上帝会毁灭亚伯拉罕的子孙 从石头里兴起子孙的 这是耶稣自己所讲的 所以你要秉行公义 要遵守他的道 我们要教育孩子 我们要保持清醒 我们住在索多玛 我们住在这个城市里 我们要为罪忧伤 我们要教育孩子 最后可能需要 最后在一切的努力都用尽 有一天可能需要逃 这是最后的一个方法 还没到这个程度 可是你要保持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 就是逃 在你一切的努力都用尽了 索多玛的罪还是不断的渗透到 你的家人的生命中时 这个时候是你要开始 要考虑要逃的时候 你发现你的孩子 已经完全跟索多玛的孩子 一模一样的时候 maybe it's time to run 你尽了一切的努力 一切的教导 一切的吩咐 一切的榜样 你改变不了他 索多玛渗透进来了 亚伯拉罕他不是先逃 亚伯拉罕先祷告 所以还是要先做这些事情 不是一碰到事情就逃 这是亚伯拉罕没有说 主你要毁灭索多玛了 我先走 我离远一点 他还是为他们祷告 但是祷告传福音 改变不了的时候 天使最后给罗德的吩咐 就是逃 十七节逃命吧 不可回头看 也不可在平原站住 要往山上逃跑 免得你被剿灭 基督徒两千年的历史 是逃命的历史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教会历史面 有很大的一段故事 是逃命的故事 在一个地方基督徒被逼迫到无法生存的时候 他们就逃到下一个家园 在那里建立教会 侍奉神 连美国清教徒的建立也是如此的 这个国家的建立是一群基督徒想要崇拜 无法崇拜被英国国王打压 最后他们逃 他们说我们要敬畏耶和华 我们要逃 这个是有一个可能性的 这是需要考虑的 不是所有逃的人都是没胆 没肿 懦夫 没有为主训道的精神 不是的 基督徒的历史里面有逃的 马太福音二章十三节 耶稣怎么 逃 对吧 耶稣逃 西里王要杀小孩子 你怎么样 跟他对抗 吩咐十二营的天兵 跟他对抗 No RUN 不是 不见得是坏事 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 耶路撒的教会 大招逼迫之后 除了使徒以外 他们要训道 对吧 这使徒 当使徒 你不要以为好玩的 使徒说 我们是要准备训道的 其他人呢 逃 他们逃的时候 就把福音通通带出去了 撒玛利啊 全地 全都福音都带出去了 如果我们 我知道国内 有人在看我的讲道 如果你们教会 被抓到 没办法聚会 到一个程度 逃是一个选项 不见得每个人都要训道 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当保罗 在罗马训道 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当彼得 道挂十字架 牧师留下来就好了 其他人可以到 牧师留下来 逃是一个选项 逃是一个选项 耶利米苏五十一章六节 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 各救自己的性命 巴比伦再次是一个代号 他是一个罪恶之臣的代号 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 一同灭亡 因为你在里头 最后当巴比伦被毁的时候 会灭亡 可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 他必须向巴比伦施行报应 你知道历史里面 你在看世界史 有许多城市被毁 不是偶然的 不是偶然的 是耶和华的审判 最后像索多玛 多次的饶恕 多次的饶恕 还是不听的时候 整个城市毁掉了 整个文化毁掉了 你去查印加文化 玛雅文化 他们为什么会消失 他们不断的犯罪 陷阴海为祭 最后整个文化消失 上帝要审判 他的审判不是只是在创世纪 他的审判一直到如今 城市会不会毁灭 真言告诉我们 不可行 恶人的路 不要走坏的道 要躲避 不要经过 要转身而去 有的时候逃 不见得是坏事 在你一切的努力 传福音 祷告 做见证 做光做言 我们不是一碰到自己就跑 不是 可是在你一切的努力 都失败的时候 发现索多玛 还是渗透进来的时候 可能 有一个选项是逃 孩子的学校实在太差了 你怎么家长 怎么complain 抱怨 建议都改变不了 你只好转学 不是吗 这是一个选项之一 转学如果还是如此呢 你只好换 换一个体系 我们学 我们教会要开学校 不是给你另一个选项吗 你转到OKMAS 没有人住在Lansing学区 也是因为你想选择好的学区 我们都在想办法 尽量的保护我们的孩子们 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在我们住在索多玛城 愿主给我们智慧 在我们保持清醒 为罪忧伤 教育孩子 一切的努力用尽的时候 有一个最后的选项 是说我们不行 再这样下去了 该走 该逃 再这样下去 我们会灭亡 我们的孩子灵魂 会灭亡 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 最后我用几节经文 来做结束 你们要谨慎 谨慎祈祷 因为你们不晓得 那日起几时来到 最后的审判会来到 路加福音21章 就是告诉我们 你要时时谨慎 常常祈求 是你们能逃避 这一切要来的事 可以站在人子面前 彼得前书 四章七节万物的结局尽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谨慎祷告 其实路十六章十五节 看哪我来像贼一样 那谨慎 看守衣服 免得赤身而行 叫人见他羞耻的 有福了 这几段经文都要我们 醒醒 对吧 要我们清醒 不要再做梦 美国不是天堂 美国是索多玛 洛杉矶是索多玛 西雅图是索多玛 底特律是索多玛 安安博尔·Lansing是索多玛 迈阿密是索多玛 台北是索多玛 上海是索多玛 新加坡是索多玛 我们坐在这个世界 已经活在索多玛里面 你要清醒 你不要以为 哪里还有梦 我们活在罪恶之城 现在的 这个罪恶的厉害的 散播速度是因为它是透过传媒散播 它不再是区域性的 它是全球性的 一个手机可以把罪恶传到世界各角落 索多玛已经在这里了 所以你不要再做天堂梦 这里不是天堂 真正的天堂不在这里 要有保持清醒的心 有可能这个地方会消失 有可能上帝要毁灭这个地方 有可能上帝要审判这个地方 在这发生之前 我们要常常祷告 常常醒醒 常常祈求 为罪忧伤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 把这样的故事记载在圣经里 给我们作为警告 给我们作为见解 你是慈爱的上帝 你是忍耐的上帝 可是你不是没有原则的上帝 你不是只是甜蜜蜜的 拥抱我们的上帝 你更是那公义 令人敬畏的上帝 最可怕的是 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罪 主你怜悯我们 当我们用我们的罪 来与你辩论的时候 我们面对的是 你的公义的审判 主愿我们 愿着圣灵来软化我们的心 是我们每个人 面对你的时候 是以谦卑 是以祈求怜悯的心 来到你面前 使我们可以得救 主今天这段经文 愿你自己的圣灵 在我们心里面动工 做提醒的工作 做矫正的工作 做建立的工作 主还是知道 这里头这段经文里面 包含了许许多多的 不同层面的问题 愿你自己的圣灵赐下智慧 使我们明白你的道 也能照着尊心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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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